停车场入口挂着大大布条 上头写着 机车8小时收30元 却有民众扑网控诉 停不到半个小时 就被收了120元 发票上停车费120元 让男子气炸表示 21日到嘉义某电影院大楼下的 停车场停机车 不到半小时准备前车缴费 没想到却被柜台人员告知 外来车要缴120元 男子表示停不到半小时 布条也写最高30元 柜台却说30元是旧的规定 现场却没有告示 直到男子出停车场后 才发现门口放了一块小黑板 卸专用停车场 临时停车请勿进入 让他当场傻眼 饭店表示停车场是饭店专用 不开放临时停车 对于标示不清将会赔偿 目前已经联络厂商更换布条 只是还来不及换 就让民众看得无洒洒 白白吃了门魁 记者侯国文罗洒瑶 嘉义报道